第八百九十九集 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变化 那还想找点乐子怎么办 就只能去参与别人的日子 但是别人的日子怎么参与 总不能敲门上别人家一起过去吧 所以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就是听故事 对 听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故事 然后讨论讨论 乐呵乐呵 就算完了 不管是百姓还是帝王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东家长西家短 今天说说你 明天说说我 八卦这种事 几乎家家都会扯上几句 要不人类的最初 围着火堆听故事是怎么来的 对于君灵溪提起来的这件事情 不管是天和地还是陈皇后 包括已经改叫君沐月的江月 都十分感兴趣 一个个地竖起了耳朵 只等着听君灵溪细细分解 要说君灵溪也是把讲故事的好手 给红望念书那段日子 别的没学会 倒是把语言的组织能力和表述力给练得更好了 虽然白珍珍怒闯一国功夫的事 她也是后来才听郑玉林讲起的 但她这会儿仔仔细细地讲起来 倒像是亲自参与过一样 讲的是生情并茂 江月觉得一国功夫的老夫人真是拎不清 就算都是性命 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了呀 保小不保大这种话 是怎么说得出口的呢 君灵溪也是这个态度 老太太怕是忘了 她也是女人 我琢磨着这是年轻的时候也受过婆婆气的 到老了想把这口恶气给撒出来 这全都撒到了现在的儿媳身上了 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就怕这个媳妇到老了 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陈皇后倒是很淡定 只是告诉君灵溪 外面的清贵府里 哪一家没有过这样那样的事呢 都是旧事 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明白了你就习惯了 天和地闷哼了声 直说 左元清倒还算是个男儿 朕记得他跟他那位夫人也算是青梅竹马 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跟朕提过要请旨赐婚 但是后来他们家老夫人不愿意 意思是啊 觉得那位小姐长得太瘦了 怕不好生养 哎 左家挤带单船 嘿 也是给船怕了 说完随意的摆摆手 不说左家 就说你那九嫂 哎呀 以前朕瞅着那小姑娘水水灵灵的 总是穿着个红衣裳 还总是笑呵呵的 应该性格挺好的 心里喜欢 便给你九哥纸了婚 哎呀 可是没想到 这脾气也挺爆啊 陈皇后挟了他一眼 这就叫爆 那你是真没见过爆脾气的姑娘 怎么没见过 天和地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有发言权 就他那姐姐 那脾气啊 急了眼哪 都能进宫来跟朕翻脸来 你还说朕没见过爆脾气的 提起阿然 几人都沉默了 半晌 陈皇后叹了一声 唉 阿然和领儿去了西北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也没有个信往回传 我这心一直就放不下 还有牧畜 人找到没有啊 真真的孩子 偷些日子进宫来看我了 我瞧着又瘦又憔悴 好好一个姑娘家给熬成了这样 再这么整 谁都受不住啊 天和地安慰他 放心 没有领儿打不赢的仗 也没有阿然做不成的事 他们两个各自为伍 都能做得那么漂亮 如今联手 自然是能够所向披靡 老九这会儿 指不定已经找到了 要么正往回赶呢 要么跟着他们一起琢磨戈布 孩子们都大了 咱们别操那些不该操的心了 陈皇后狠狠地弯了他一眼 这怎么能叫不该操的心 那是儿子 我这不是亲娘的都担心得要命 你这个亲爹倒是想得开 说实话 要真实带兵打仗 我也不至于这么惦记了 毕竟领儿常年带兵也习惯了 阿然大年夜破了二十万敌军 我根本不用操心 他们跟敌人对垒的问题 但现在不是在跟哥布打仗 而是在跟他们斗智斗勇 我也不是认为 咱们家的孩子斗不过人家 而是只要一想到 哥布那种鬼地方 竟是些重重怪怪的玩意儿 我就心慌 天和地其实也心慌 哥布一直以来就是个祸患 甚至都不如罗叶 罗叶国君胆子小 若不是有忽兰家族鼓动 他是没胆子对东秦对抗的 但哥布不一样 哥布这一任国君野心太大 从他还只是一位王子的时候 就不安分 后来做了国君 就一直与郭家、叶家 还有段家纠缠不清 时时刻刻觊觎着东秦大帝 如今终于有了大动作 他虽还稳坐朝堂 但心里也是不安宁的 儿孙自有儿孙福 再操心 人家都已经到西北边上了 咱们还能怎么样啊 天和地劝着陈皇后 安心地等吧 总有一日消息会传回来的 而且朕相信 一定会是好消息 陈皇后点点头 但愿如此 天和地赶紧岔开话题 白家另外一个丫头呢 住老五家里头那个 最近怎么没听着动静啊 在干什么呢 君灵溪抽了出嘴角 燕宇他在 他在养豹子 天赐阵 公主府 白鹤染的云豹没有带到西北去 因为目标太明显 实在没有办法带了 小家伙就养在公主府里 白天就在前院的大树底下睡大觉 夜里就瞪着贼亮的一双眼睛在府里溜达 前院溜达到后院 后院再溜达到前院 一宿下来 整个公主府绝对是没有死角地走上一遍 比宫里寻夜的禁军都惯用 偶尔他也出门 有时在天赐阵的大街上转悠转悠 多数时候会冲上后山 一路冲到五皇子的坟头 用嘴巴将周围的心草拔了 再把枯枝尖尖 天赐阵的百姓 自发地排了岗给五皇子守灵 每户人家处一个男人 轮流着上山 一户一天 因为门户多 两三个月才能轮得着一回 根本也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所以不管是白赫染还是胡天才 也都没有去阻止 就由着百姓们了 起初云豹刚来的时候 守灵的人还吓了一跳 以为是来咬人的 但后来想起 天赐公主有一只豹子的传说 便猜测是不是公主养的那只 再后来 就发现这豹子也不咬人 只是围着五皇子的陵墓捡树枝 要是没有树枝可捡 就在墓碑前握一会儿 然后就自顾地下山去了 渐渐地 这个消息就传了开 有人说起在镇上也看到过这只豹子 问过公主府的管家继伯 继伯说就是那只小豹子 让大家不必惊慌 那是公主殿下养来看家护院的 如此 镇上的百姓也就不害怕了 偶尔在街上遇着了 还会向云豹进行投胃 只不过这只豹子雕 不是什么都吃 所以食味久不成 慢慢地 人们也就不胃了 但是小孩子还是会去逗弄 云豹会表现得很凶 不过也就是吓唬吓唬 不会真的咬人 小孩也就不怕他了 嘻嘻笑着还追着他跑 玩玩闹闹的倒也有趣 天赐镇百姓的幸福指数 一路飙升 也是跟这只云豹 有一定的关系 毕竟有这玩意儿 成天在街上溜达 安全呀 踏实啊 外头要是来个生人 都不用官差上前去查问 一只豹子就能把来人 给摆得明明白白的 好人或路过的还好 要是心怀歹意 那绝对上去就是一口 有人说 你的性格跟我二姐姐很像 我琢磨着 可能是因为你喝过他的血吧 所以你就像是他的孩子 孩子都是随娘的 白燕宇在公主府一棵树底下蹲着 前面趴着的正是那只云宝 你说二姐姐的性子 是不是也随了他亲娘 那位夫人我没有见到过 嗯 也不是没见到过 只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小 所以如今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可是听说 她是一头撞死在文国公府门口的 想来也是个倔脾气 二姐姐这点像她 她一边说话 一边从手上端着的大碗里 拿出一块生肉来 递到云宝跟前 云宝懒洋洋地睁开眼睛 瞅瞅肉 再瞅瞅她 张开嘴巴叼过去吃了 白燕宇就笑 还是喜欢吃生的 昨天为你熟的你瞅都不瞅 我其实是想让你吃熟肉的 可一来你不爱吃 二来 二姐姐走之前也说了 你因为之前尝过生肉 所以再给熟的就吃不进去了 会觉得没滋味 可是 生的是什么滋味呢 是那骨子血腥味吗 小豹子吃肉吃得很快 一大块肉很快就进了肚 然后就冲着白燕宇那只碗 挪了挪下巴 意思是还要 白燕宇觉得很有趣 这豹子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知道的是只小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人装呢 好在他现在还小 没有长得太大 不然只远远看着就够吓人的 肉有的是 管够你吃 他又拿了一块肉 滴到云豹跟前 手依然抽回来得很快 还是怕那豹子咬着他 只是每次这么快速 抽回手的时候 都会收获那云豹一记 鄙视的眼神 你也不用鄙视我 我怕肯定是要怕的 毕竟你是凶兽 我也没有我二姐姐那么厉害 可以说服你 不过你放心 也就是一点点怕 我还是很喜欢你的 他想伸手去摸摸云豹的头 却又想到 从前就听说动物都是护食的 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 千万不能去摸去碰 以免让他们误会你是要抢食物 从而误伤了你 所以都已经伸出去的手 就停了下来 没落下去 云豹抬头瞅了他一会儿 也不怎么想的 竟起了身 往前挪了半步 把大脑袋往他手里一钻 用力地蹭了几下 然后才又回去继续吃肉 白燕宇愈发觉得 这只豹子太通人性了 很是喜欢 二姐姐说了 豹子就是豹子 不能当猫养 所以你理所应当就该吃生肉 放心吃吧 要是不够吃就和我说 我再去给你取来 他胆子大了 终于敢伸手去摸云豹的头 一下一下的 手感很是细软 谢谢你咬了那二皇子 替他报了仇 你不知道 如果我当时在 我也一定会扑上去咬那个人的 没办法 我不会功夫 更打不了仗 所以一急了眼 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去咬人 所以说 人其实都是动物变的 什么时候恢复本性 就看什么时候被逼得没了活路 我真羡慕你 能跑去替他报仇 而我 就只会坐在皇宫里哭 或瞎了一眼睛 更哪儿都去不了了 各位听友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明灵 我这次的角色叫白浩轩 是一个小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 多多给我留言支持我 谢谢大家啦 按赞 请不吝点赞